打卡一行人 我們現在來到了 推我 來吧 打下交換送 有夢有夢 有夢最美啊 希望相扯 你不要加心我 這夢很好 專概啊這個 這四個狠人 夢想局 抓到 然後 交換 不要動 看電腦 可以做嗎 這是什麼 金鳴城 高級球帶不舒服 那就金鳴吧 唉呀 唉呀 我在等交換喔 唉呀 我醒了 我悟了 原來 這都是夢 苦了 趁著前面還在刷 然後我在等的時候 先趕快 再玩一下其他的 手遊 等待時間刷手遊 是一件 非常千金地獄的事情 因為其實在等待的途中 等待的時間真的太久了 哇 前面剛剛把那個 庫拉多打掉耶 而且現在排隊人數 好多耶 救命啊 至少有十來多位吧 說到手遊唄 話說最近雪兔在玩的 那個手遊 我覺得蠻推薦給各位 畫面極度好 這一款呢 叫做 蜜水潭 那裡面其實還蠻猛的 就裡面有那個 AI 可以來去做智能對話 你還可以讓他深度學習 超猛 那你都講他會智能學習了 嗯 他學了會寶可夢嗎 學寶可夢嗎 這我還真的沒有試過耶 好像可以測試看看喔 來啦給各位看 這個角色 雪春雨香 沒錯 這就是雪兔本人 他其實捏臉是可以 用自己的相片 然後你把它放到裡面 讓他來做智能捏臉 你可以捏出跟自己一模一樣的臉 可是會有一個問題 你在這個江湖行走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 這只有你一個人是醜的 就是 除非你講的特別俊美話 我真的不推薦好不好 我還是覺得 拿別人捏好的那種角色 來去套用 會是最舒服的 那如果要找到那種智能AI的話 你可以直接來到 你一開始這個聘金的 橋這邊 銅橋這裡 如果你想要去跟智能AI 來去聊天的話 你可以直接按這個 旺氣 你可以看到 只要是藍色的 你都可以撞他 來去跟他對話 這一個橋上面能聊的 我記得滿多的 我這邊有一個 它叫做白雪 歐陽白雪 雪兒姐姐 你有沒有覺得很冷啊 要不要跟我吃一些熱呼呼的東西 我要跟他講 你知道寶可夢嗎 你知道寶可夢嗎 它 它是可以直接講話耶 你說這是啥我沒聽過 不過你給我科普一下 寶可夢是一個非常奇幻的生物 有會噴火的 會打雷的 真的 我差點就相信了 它裡面的人物 會跟著你的語音來去講 而且 它回話 也不是那種 完完全全很 機械式的耶 你知道寶可夢裡面 有一個非常知名的寶可夢 叫做噴火龍嗎 噴火龍那麼厲害嗎 我沒有聽過 可以讓我見識一下 超講的耶 這個噴火龍能飛 能噴火 還可以 鏟除兼餓 拜拜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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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太久了 你不要這樣 我要跟你繼續聊天 我要跟你宣揚這個 這個的美好 有了有了 再一次對話了 你還記得我剛剛說的噴火龍嗎 它現在不是被關在監獄嗎 沒有 它沒有被關在監獄 擁有噴火龍的人 通常叫做寶可夢大師 寶可夢大師可厲害了 能抓各種寶可夢 好扯喔 那你想成為寶可夢大師嗎 哈哈哈哈哈哈 那什麼我想成為寶可夢大師耶 你最喜歡的寶可夢是哪一隻 他喜歡的是雪拉米 他只要雪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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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知道寶可夢的屬性相克嗎 我有點意外耶 他怎麼怎麼會知道 你想知道什麼 我都可以告訴你 噴火龍被什麼屬性克制 他被水屬性克制 還有被豆屬性所克制 對啊 豆屬性 然後他飛耶 噴火龍是被水屬性 還有雷屬性克制 等一下我要跟他科普 你這傢伙你就過來 欸 欸 別跑啊 白雪 這個是 這個是少數知道 知道那個寶可夢的人耶 我真的沒想到這裡面 竟然有人知道寶可夢耶 太狠了 白雪 我們再聊天一下啦 他剛剛是想跟我一起去 去旅行的你知道嗎 我沒想到這裡面的AI 竟然知道寶可夢這種東西耶 我來去問一下另外一個AI 知不知道好了 溺水和這個MMO 真的是有點刷新我三觀喔 我真的沒想到 他的這個AI NPC 可以玩出這麼多把戲 有一個叫做姚之的 欸他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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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之 我跟他聊一下 欸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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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寶可夢嗎 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耶 我剛剛沒聽清 寶可夢是一個充滿魅力 且有力量的寵物 你能不能張開你的耳朵 聽 他一直說我剛剛沒聽清 他說 你還是耳朵不好說 我要曝光 不能講耶 他完全不能來去批評耶 他不能批評耶 不是 你一直說我沒聽清 你要我怎麼跟你對話 情緒整個上來咧 糟了 我要去找剛剛 懂寶可夢的美好的人了 剛剛那位至少他很願意成為我的夥伴耶 怎麼這位這麼難受啊 不會等一下真的有官人過來抓我吧 救命啊 有一個人 他說女俠你能否指點我女兒小七如何好好學習 你知道寶可夢嗎 怎麼是學這個 學生是不是 據說有一隻寶可夢 可以讓小孩變聰明 有嗎 誰 誰 誰 寶可夢有許多很神奇的效果 你有興趣跟我一起去抓嗎 啊啊 剛剛爆棍的過來抓我了 哈哈哈 剛剛給AI爆棍的快抓我了 他說你此前觸發懲罰罰金 罰金將納入大宋國庫 好不好 佼佼罰金啊 不是耶 跟人家講話 講錯話 還要被爆關 沒有這樣子的啊 好像也不能這麼說 因為畢竟AI他還是有感情的 我們不能這樣子隨隨便便的來去 其實就跟我們在遊戲裡面 不能隨便罵人一樣 最近你把AI當作一個 完全沒有任何情感的人 是不對的 因為他們具有學習的能力 他們也是一個很厲害的 一個可以深度學習的NPC耶 好啦 我剛剛已經找到了一位夥伴 可是你知道寶可夢要出去旅遊 要幾個人 三個 三個 對三個我要再找到一個 我看能不能再找到一個 知道寶可夢的人 剛剛那個知道寶可夢的人 這很厲害耶 唉唷對話囉 他說這裡夜景很美 我們一起逛逛品一品美食如何 比起美食我更想要抓寶可夢 寶可夢可以吃嗎 噴火龍是什麼 我也聽說一些傳聞 並且遇過真的噴火龍 你可以到什麼碰碰運氣 噴火龍是一隻非常具有威脅力的龍 它的攻擊力很高 噴火龍還弱電弱火 不是弱水嗎 啊對齁 怎麼會怕火啊噴火龍 我剛剛講錯了 噴火龍的弱點是電跟水 他說電是店面的電跟水的水 那我來考考你 噴火龍的弱點是什麼 反問他 啊啊 他不想跟我聊天了 等一下我想可以再多講一點 噴火龍的事情 唉唷有人在這邊互相打架啦 你們先別打 你們先別打 先讓我來去跟大家宣導一下寶可夢的美好 好嗎 唉可以 又有一個了 這個是一個帥哥 一起抽個天賞 你知道噴火龍嗎 我覺得噴火龍可能比較多數人知道 那你知道寶可夢嗎 這個真的不知道 你居然會問這個 我對你刮目相看的啦 寶可夢裡面有一隻噴火龍 它是一隻神龍 會用火 非常的厲害 但是要對付它 要用水屬性的寶可夢 例如水劍龜 我建議你可以拿個精靈球 來去抓這一隻水劍龜 他說我明天就去抓隻龜 如果你抓到了噴火龍 你就是寶可夢大師 在江湖上大家都非常的羨慕 真的啊 我最近運氣真的不錯 說不定可以試試 那我來問問你 噴火龍是什麼屬性 欸欸 他知道 他說我整備水屬性 整備水劍龜 他記得了 他記得了耶 真的會學耶 那你想要跟我成為夥伴 變成寶可夢大師嗎 掰 啊 時間到了 好扯喔 哇 他學會了 欸 溺水痕裡面的NPC 是真的很有趣耶 而且他的這一個深處的聊天 你不是只有在這一次聊完之後 下一次聊就沒了 他其實會不斷的紀錄 就是你再去玩手遊 玩無聊的時候 你就可以找這些NPC聊天 因為他裡面能玩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但因為你剛剛講說 把那個寶可夢來去問他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們來去問看看好了 我沒想到竟然其實還真的有人來去跟他講這個寶可夢相關的東西 下次直接約他們出來打機才算的 所以說這邊有一隻固拉多已經被抓掉了 可是裡頭呢還是有一隻狐帕 可惜啦沒有噴火龍啊 不然的話我就直接叫裡面的NPC過來抓了 好啦 剛剛在那邊玩那麼久 其實也差不多要輪到學徒來去排了 我們再打個可能兩三道就差不多了 這個溺水痕手遊老實講 其實我也就是最近在玩想說分享給大家來去看一下 裡頭的AI系統是真的還不錯 但當然 這一個呢是雪兔搶先去體驗 因為這個是入版的 這是入版的 所以我有直接跨區在那邊玩 不錯 真的很不錯 殭屍豬哥也嚇到了 沒想到說裡面的角色竟然知道 寶可夢 藤火龍是神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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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還有很多的系統 或者是什麼武俠啊 還有他的所有的部份 非常的無可這些東西 我就不在這邊講 因為實話說啦 這個東西真的要想講 都可以做一期的影片 都可以做一期的影片 來去跟大家介紹 對 我們最終呢 還是要回歸來去打卡 那溺水痕這個名字 就丟在這邊啦 想要去玩的話 就自己去查一下 手機可以玩 電腦也可以玩啦 那麼 我是雪兔 咱們來繼續排隊啦 下次再見 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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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